算是也是小個子的選手 但是非常有威力 一來方向 這一球鋪了下來之後 制裁壘包 一開賽的第一球就演出 這樣子攻擊型第二棒的型態 越來越多人來採用 左半邊 這球落地也是一隻安打 今天在未群龍這裡 雖然說面對應該對我們來講 就等於要完全就是回到了對戰的模式 對 又打第一顆 這球落地喔 要看先傳哪裡 先傳二壘 再送沒有送出去 這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大師兄林志盛的打擊 年紀的差別也差到一倍了喔 發動倒壘 這時候天歌滑下去 奧倒 抓到了 再滴 會不會繼續拼直的喔 塞直的進來 右半邊 打得蠻深遠的 但是角度有點高 右來手已經就定位 截殺出局 所以他真的還是 有一點點曾俊悅那種感覺 對 稍微帶到左半邊 兩個人過去 最後交由 中外野手 接殺出局 第一年了 他就說其實差別 現在看這一球 二壘方向 穿出去 穿出了一隻安打 這一球 最後上到了一人 那差別 他們的肌力以及肌耐力 回棒落空 這球被掉中了 拼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情況喔 吳若晨似乎 唉唷 還是平直的 右半邊安打 這時候要掉分數了 剛好打在中右外 中間不只是得分 連一壘跑者都上到了三壘 李凱薇 今天郭天馨那個跑壘 這球果然有效果 就順便就直接講啦 等一下就是目標 兩個壘包 傳二壘之後 再送到一壘 這邊台鋼熊 林志盛的打擊 這球打高了 一壘手追了過去 補手也追了過去 最後交由一壘手 接殺出局 角度上還是一壘比較好接啦 對 這種球一定是一壘手來接 補手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打得扎實 界內還接外 掉在界內 這是一支長打 這時候跑著繞過一壘之後 上到二壘 要不要繼續拚 最後選擇要拚 處理三壘點 小瑕疵再送到三壘 Safe 這時候陳品傑 但是看到三壘指導員 決定繼續摳 上到了三壘 抓第一顆 看一下三壘之後 沒辦法跑 傳向一壘 吳宥誠 成功的 一面只失掉一分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兩顆壞球 一壘方向一壘手 有接到之後 自裁壘包 這一局 吳宥誠 守得漂亮 一人出去被攻站上三壘 但是身材不高 但是球的尾勁非常好 特別是他外角的訴求 游擊方向交球之後 緊進間傳向一壘 NICE 輪到的是另外對面的游擊手 也是攻擊第一球 三壘現邊 林嘉鴻接殺出局 在盤算盤算 一壘跑著起跑 補急方向交球之後 只能夠選擇傳向一壘 封殺出局 會不會 是 有 有 有